OK,接下来我们看2023年的初三科学年中考 Paper 2的部分 你们的考试呢 这次的考试跟这一份很像的 就是Paper 1它会有10题选择题 Paper 2来讲呢 它会有A组跟B组 A组会有6题的B答题 B组的话呢 它会有3题 你可以选2题 也就是说你有一题可以不要做 有一题可以不用做 OK,我们来看一下这6题 这6题 如图霸呢 它的扬声器呢 放音乐的时候 那个纸片会跳动 然后呢 音叉你敲了之后呢 你放在水里面 你会看到那个水花 会记起水花这样子 这实验说明了什么呢 这实验说明了声音 是有 油 有 物体震动 诶,震动 诶,震动 如果你越大声啊 它就会跳得越高 所以这个响度 越大 它好像是利用响度来讲 它就是说 跳得越高 代表响度越大 OK,B的部分 图9 这个人耳的结构模式图 请用图中的序号和结构名称来回答 也就是说它在这边要写那个名字 这个要写序号啦 大概是这样 利用声音的刺激转换 将声音的刺激转换成震动 转换成震动 不是转换成信号 所以应该是Q Q这个结构叫骨膜 骨膜 然后把震动转换成神经兴奋 那个就是耳膜 耳膜 是S 当飞机降落的时候 这个乘务员要求 这个要求 没有人要求 你自己搞定 就是一个旅客呢 你如果你觉得耳朵痛 你可以讲 我要求要有苦香糖 它会给你苦香糖 让你咀嚼 咀嚼的目的呢 就是让这个烟骨管 平衡骨膜内外气压 防止这个 你看 骨膜内外气压压力 可以平衡 防止骨膜脏痛 那这个是烟骨管 T的一个 烟骨管 烟管 我们应该叫 我们应该叫 烟骨管 这个 烟骨管 那第二题 听说这一题好像很难 很多同学不太会做这一题 我们来分析一下 它是其实 其实是 是怎样的一个情况 ABCD有可荣性的炎 四种可荣性的炎 它的阳级是 BA AG K 跟CU 四种 它阴级可能是 NO3 SO4 二负 还有CL 跟CO3 二负 ABCD 它分别是多少 我们看一下 它有给 C是蓝色的 我们的C是蓝色 那这样差应该是CU 那CU配什么呢 你的阴级可以配NO3 也可以配CL 也可以配SO4 但是SO4 如果是CL的话 它好像是蓝 不是蓝色 它好像是蓝绿色 当然这边我们先放着 我们不晓得是这三个哪一个 不能配CO3 因为配CO3它就不容了 所以这三个可能是其中一个 我们先放着CO5 其它是5色的 过后啊 这四种呢 加盐酸呢 B会产生沉淀 然后呢 D会放出气泡 放出气泡 一般上应该是有二氧化碳 所以它是有CO3 OK 会有二氧化碳 所以它会冒出气泡 B的话会产生白色的沉淀 为什么会有白色沉淀呢 你就要想到HCL 它应该是有AG在里面 它就会形成AG 消沉淀 所以这个应该是AG的 OK 这样子的一个情形 那既然这里已经有了AG 又有CO 我们有用了AG又有CO 请问这个CO3可以配BA吗 不行 因为BACO3呢是不容于水的 也就是说这边应该会K2 K2CO3 这样这个A呢就会是BA OK 这样子来分析 那AG 我看一下 BA BA能够配什么呢 BA能够配 SO4吗 不行 它只能配CL或者NO3 AG 为什么不能配SO4 因为SO4BA SO4是沉淀 AG不能配CL 因为AGCL就是沉淀拿的 所以它只能配 SO4也不行 因为SO4的话呢 它就会微容于水而已 所以这个AG只能配NO3 AG只能配NO3 这样子的话 BA不能配SO4 这样它只能配CL BACL2 这样CU呢 就只有剩下SO4可以配了 OK 就找完了 所以这题是这样 当然我们蓝色的 熔液 我们CU SO4 我们也是很典型的是 用这个的 这样的话呢 这个最后答案就是这样了 A是BACL2 这个2小写 D是K2CO3 那个 C是CUSO4 OK 我再填一下 这个C BACL2 这个K2CO3 那个CUSO4 就是这样了 OK 再看一下 是写出这个 原酸 就是HCL 跟B B B是什么 我插掉了 我插掉了 B是那个 AGNO3 所以 HCL 加上 AGNO3 OK 尖头 尖头 会得到 AGCL 加上 AGCL 加上 HNO3 对吧 然后这个是沉电 糟糕 好 我再空多几个给他 我再空多几个给他 诶 还有什么 这个是山 这个是山 没有沉电 OK 这个沉电的符号 可以不写 还有一个很阳烧的地方 没有阳烧的 人家 人家写到很明显 OK 所以这边还有 要注意一下 他还要写 与其反应类型 那些反应类型 这个叫负分解 负分解 反应 OK 反应 OK 分解 一分一分 一般来讲方程是两分多 给一分吧 两分 OK 大概是这样 第三题 矿物是重要的资源 人类 人们的生活 几乎离不开矿物 写出矿物的一种特征 我写完了 它一定要天然 天然形成的 天然形成的 无机物 有固定化学 有固定化学成分 还有有晶体结构 这样子 对吧 固体好像可以接受 不过不是 不是绝对 因为拱是 拱 就是拱 拱除外 因为拱是液体 但是它还算 也算是 空不外的 OK 应该是这样的 这个是典型的 特征 华石 金刚石 跟方解石 拱有不同的硬度 拱有不同的硬度 没有给那个模式表 但是我们 有 我们有讲过 就是说 可以 要求学生 要记前面跟后面 10号是金刚石 华石是 1号 应该是这样 所以三种 都互相磨 哪一个是 不会留下痕迹的 应该是金刚石 因为它最硬 金刚石 那硬度 由小到大 应该是 华石 华 石 到 到什么呢 到 方解石 方解石 印度也是 高一点点 点不了 好像也是不是很多 华石好像是1 然后最硬的是 金刚石 金刚石 是10号 10号 钙的化合物 拥有许多的功能 其中包括了熟石 可以加二氧化碳 反应 变成坚硬的碳酸钙 从而将钻 碎石 沙子 牢牢的黏在一起 请你写出 对应的方程式 它应该是要 熟石灰 加二氧化碳 变成碳酸钙 熟石灰是 CA 化合OH2 OK 加上CO2 然后变成 CACO3 加H2O 这里是2 这里是2 这里是3 这里是3 这里是2 OK 对吧 这里还有沉淀 这样子 没有问题啊 OK 好 第四题是它那个物理题 工人 由图石的鞋面 把后屋 搬到这个汽车上面 它鞋面的高度是1.5米 它的长度是3米 如果我用的F的力呢 是1200 然后把这个东西中1800呢 匀速拉到这个车上 请问它做的工是多少 有同学就讲 哎老师它的重量是1800 我1800乘以1.5可以吗 呃比较不好 因为它问的是F 这个F是1200 然后呢经过了3米 应该要用1200 乘以3才会比较正确 好 等一下我再解释 为什么会有不同 有可能不同的 等等啊 这个是1200 这个是1200 牛顿乘上3米 得到3600 焦耳 OK 3600 焦耳 那有些同学就讲 我用1800 乘上1.5 会找到不一样的答案哦 2700 为什么会少一点 哎 主要因为他们在这个鞋面上推哦 他有可能会有摩擦力 我要抵抗摩擦力做一些工 哎 一部分变成了那个 呃变成了那个日能 所以他有可能说做到最后做到工 会比这个 呃比实际上往上直接提 会来的更大一些 但是我有好处啊 我的力量 因为1800我可能没有这么大的力 我只能提供1200 对啊 我的力减少啦 虽然我做的工比较多 哎 但是有时候还是会划算的 哎 我不够力吗 如果你要1800 我真的不够这样大的力 哦 所以有这样的情形的 就是说 这个算是一个简单机械 其中一种 就是鞋面 他可能打鞋推 他有 呃 他的力需要少一些 但是因为要有摩擦率的关系 他 提供的工是多一些的 OK 所以这边的话呢 你做的工是3600 你的功率就用3600 除以那个时间 他时间 0.5分钟 半分钟是30秒 啊 所以用30 呃 得到120 瓦 120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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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然后听说啊 啊 写了能啊 会被扣分 不要受到几点 我真的是受不了这种规则 你要人家写弹性4 在考卷上 一份没有写能的一个考卷上 写弹性4 不能写能 哦 老马 我不懂啊 这个 你在考 你在分 分在一个 一个打卷上 哦 那边没有写能的哦 然后你要人家写一个 不完整的一个词 弹性4 我没有看听过什么叫弹性4 哎 吐槽完毕 第五题 如图十二所示 小凯将高猛算甲装水 在烧杯里面 再加烧杯 呃 观察水里面的情况 当然受热呢 我会往上升 对不对啊 受热会往上升 然后这个 就会往右边 这个往下 这个往左 啊 应该会有这样一个 呃 形形形状的哦 然后呢 你要写 画出那个方向了 啊 有箭头了啊 都类似箭头 大概是这样 这个高猛算甲的 呃 运动方向反映 反映了这个什么的热床地 所以它在这边 其实是一种对流嘛 对吧 这个这个受热会往上 呃 冷的会往下 这个就是所谓的 对流的方式了 请解释这个原因 呃 原因是因为受热会膨胀吗 啊 热身冷降 啊 呃 我稍微写一下 受热 的液体 因为体积膨胀 密度减少 而上升 密度减少 的话会上升 福利的关系 对吧 福利的关系 旁边 温度 高谈 温度 高谈 温度 低 温度 较低 高谇 脸 我直接把这个移过去,密度较大的液体 流过来填补位置 大概在这个位置一分,那边就另外一分 是举例这个5B的应用 5B的应用你可以讲什么冷气机放在高位 冷气机放在较高的位置 或者是暖气,暖气机还是暖炉 好像是叫它暖炉 暖炉放在房间的角落 大概是这样了,那再看第6题了 图13是人类的泌尿系统其中一个部分 图14是右边的,是人类的 什么系统,心脏中切面 然后箭头表示血流的方向 箭头呢?应该要你画是吧? 箭头表是,我看不到箭头哦 这里就有箭头了,这里有箭头表示 血液流动方向,这个挂活不行啊 放在前面 Anyway,我们看一下它的 图13是血管夹血管的血液 是来自图14中的哪一条血管 应该是从主动脉出来的嘛 对不对?C是肺动脉,B是主动脉 这一条应该是B的 请你写序号跟结构 序号跟结构 所以你写 主动脉 刮苦 B OK 若医生从病人的手臂的静脉注射药物 最早会在哪一个心腔出现? 心腔的话是一号 一号心腔叫右心房 一号 然后呢 E的这个结构 E这个结构是叫动脉瓣 它只要你写出它的功能 当然瓣膜的功能都一样了 防止血液倒流 防止血液 防止血液倒流 当然在这边如果你要更加详细的话 既然它指的是E 那你就倒流 回哪里啊? 回左 左心肆 OK 回左心肆 然后是写出 D的这个血管的结构上的两个特征 D是肺静脉 你不用理它是肺静脉还是哪里的静脉 反正就是静脉的一个特征 所以静脉的特征有什么呢? 静脉的特征有广臂 可以 保 呃 弹性纤维少 保 弹性纤维 或者直接写弹性少啊 OK 弹性小 管腔大 OK 这一些了 有没有瓣膜 有瓣膜应该是可以接受吧 反正两个 两个 写这三个里面的其中两个就好 肺静脉有没有瓣膜 不是很确定 不是很确定 OK 大概就这样 然后我们来看选答题的部分 三题 我们三题都讨论 第一题 面包越嚼越甜 这个应该是生物体啦 营养人那一张的 对此他产生一个疑问 为什么面包会在嘴里越嚼越甜 经过老师的指导 他就展开了一个实验 摊究记录实验的一个步骤 呃 两个四管标了甲跟乙 两块大小相同的面包分别切碎 放在了甲跟乙的四管 甲呢 放蒸流水 以放2ml的口水 唾液 唾液啦 叫唾液不要叫通水 OK 所以我们这个是要唾液里面有 因为唾液里面有唾液淀粉煤 所以它是会 呃 呃 那个什么的 呃 会分解淀粉变成麦亚糖 但是我们检验不是检验麦亚糖 我们检验那个淀粉就可以了 将两只四管呢 泡在恒温的水域中 然后10分钟后 两个四管地点液摇晃看颜色变化 OK 步骤三里面这个物质是什么 应该是唾液啦 唾液啦 对不对 啊 他接受唾液淀粉煤 两个ml的唾液淀粉煤这样吗 呵呵呵 我不知道 我觉得唾液是比较合理的 呃 呃 步骤四呢 是温 恒温的这个温度 写出这个重要性哈 因为 我们呃 呃 的温度应该是37度C了哈 然后为什么呢 呃 呃 因为这个唾液淀粉煤 因为这个唾液淀粉煤 注意活跃的温度是37度C左右 OK 那根据这个实验写出操纵性变数 反应性变数跟呃 固定性变数 在这边他拖那个操纵性变数一个是有拖液一个没拖液嘛 对不对有 这个你可以写说拖液淀粉煤 啊 这边可以写拖液淀粉煤的存在哈 的存在 或者你写拖液的存在与否 应该也可以 反应性变数呢 就看那个淀粉的呃呃呃点液的颜色变化 点液的颜色变化 固定性变数来讲呢 这个是温度吗 啊 他有固定这个37度C温度 还有吗 水域的温度啊 用详细一点 水域 水域的温度 还有面包的大小 对吧 那他有讲两个分别切了相同大小的面包 面包的大小 还有呢 这个实验的时间也是可以 呃 我不写了 我觉得在这边没有讲 啊 十分钟后 是吧 所以时间 时 实验的时间 或者时长 啊 这样子 然后呢 预测这个实验的结果 当然你可以看到有放拖液的 他就会没有淀粉 没有淀粉就会是黄褐色 啊 所以假的呢 假释管 呃 呃 呃 呈现黄褐色 黄褐色 这个 一呢 甲与饼 三种不同的物质消化的过程 口腔 甲应该均是淀粉的吧 甲 是淀粉 sorry 因为在 因为在口腔他就开始消化 所以在这个位置 没有东西消化 全部持平了 这个应该是食道 第二个营养 降低的是 蛋白质 所以蚁应该是蛋白质 而这个位置应该是胃 这个应该是胃 过后呢 用到小肠呢 就开始所有的 都开始被消化了 饼呢 应该就是 饼是什么 我写这里啊 这个是淀粉 乙呢 应该是蛋白质 蛋白质 饼呢 应该是脂肪 脂肪 对吧 饼 怎么接受饼呢 饼不是脂肪呢 奇怪说他答案可以接受饼呢 我不接受了 我觉得 甲乙饼是三个不同的食物来的吗 饼为什么是小肠呢 不是的 我觉得他给错答案 OK 只能小肠了 只能小肠 OK 可以啊 OK 再看第二题 呃 灵星在体育课的时候 发现到中华楼 一楼的篮球在 篮球在沙地上印了一个印 然后呢 他就想到说 哎呀 用 关于重力士能的实验 他提出了两个猜想 物体的重力士能与 物体所在的高度有关 还有物体的重力士能跟物体的质量有关 呃 两个猜想好像都对 对啊 两个猜想好像都对 OK 那我们再看一下 下一个情形 他计划用小桌子 砂子 质量不同的铁 铁块 刻度尺来进行实验 这个小桌子呢 脚 腿脚朝下放在平整的 砂面上 把铁块 距离这个桌面 呃 的高度 比如静止释放 然后呢 撞进桌面 这个桌脚就会陷进去砂 之后他就去看那个 不同的质量 线下去的高度 没有没有铁块距离桌面的高度 然后呢线下去的深度 当然在这边呢 这两个都算是超纵性变数 对啊 这两个都是超纵性变数 然后呢 这个算是反应性变数 然后呢 他要你写出重力失能的一个定义 这边我们先写一下 重力失能的定义哈 铁块从高处的能量转换 所以他的应该是重力失能 转成的动能吧 好 那为了验证猜想意 我们要对比哪两组 所以猜想意是说 它的高度有关 你的质量就要用一样的 对吗 应该就一跟二了 来 这个是一 一和二了 要有圈圈的啦 不过我们这边就打不到 就没有圈了 去通过实验数据 验证猜想意 重力失能 跟高度的是否成立 然后写出原因 当然因为高度越高 他线下去的深度越深 所以这个猜想应该是成立的 成立 数据表明 铁块 铁块 距离 桌面 高度越高 桌角 现进入沙子的深度越深 说明重力失能 与高度有关 写出比较2和3的超纵性变数 如果你比较2和3 它高度相同 它的质量就不同了 超纵性变数变成了这个铁块的质量 铁块 铁块 的质量 然后呢 超纵性变数跟这个重力失能的大小的具体的关系 铁块质量越大 质量越大 重力 失能 越大 当然你也可以是比较那个 你可以看到比较也是比较深的 对吧 质量越大也是比较深 然后是预测 实验室中 实验室中 它的这个深度 其实你有些同学就觉得说 啊这边加10 这边就加多少了 这边加10 这个又加多少了 所以这里又加10 这里又加10 它应该是加 但是其实它 怎样来讲 它其实因为整个摩杀力 不是一个均匀的 当然我们可以这样子来预测 我来算一下 我觉得比较合理的一个想法 就是说这边是加多少 加0.8 这边呢是加0.9 所以这边应该是加这个1.7 大概是这样 4 5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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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6 这个应该是两边都加 就加一样的数据 所以是加一个1.7给它 OK 这个是我的猜想 是写数实验中可能存在的入差 因为这个摩擦力 它是不是线性的 这个砂纸不均匀啊等等的 我们这边写 它提供的答案是说 测量砂纸深度 砂纸深度的不准确 就是说那个砂纸深下去 你怎样去测呢 你要破开它来去测 你破开了又跟原本的又怎样 不一样去了 所以它其实是很难测的 这之后有一些误差在那边 测量的那个位置 然后呢 铁块 铁块 撞击 撞击桌面 就是说我理论上来讲要记正中间 但是如果偏左一点呢 就左边的脚会伸下去一点 右边就没有伸这样多 这样当然比较合理是四个脚的深度都加起来 算一个平均值啦 不过你一篇了啊 它的整个力也不是很 不是很 总之它也的那个整个实验 其实有误差在来 也包括说那个砂的密 均匀不是很均匀啊等等的啦 总之这边你只要合理的 应该都可以接受 是提出改进这个实验的设计的方法 以减少误差 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 哦 我选这个啦 撞击的一个偏移 那你去讲说我测量那个砂的时候 测量 测 测量 砂 测量什么 哪里啊 这边 测量 桌角 四个桌角 四个桌角 进入沙折深度 取平均值 取平均值 那这个的话呢 就会更加准确了一些 对吧 这个他没有提 他没有提 他只是一个桌角 他没有讲 他是拿了四个桌角 这样子的话 就可以减少他的那个 减少那个什么了 减少他的这个误差了 OK 第三题 化学题了 在实验室里面 自取氢气 我们一般上是用心根 硫酸或者盐酸 那可是他发现到 用盐酸 制取来的氢气 不是很纯 为什么 因为盐酸 有挥发性 会 会发出 氯化氢气体 所以变成了 里面呢 就含有氯化氢 所以就不出文了 OK 那第一 B呢 解决上述的问题 来自被存进干燥的氢气 用流传 当然他在这边 他放了这样子一个装置 我直接用盐酸 直接用流传就好了 什么还要用盐酸 OK 这个一个是吐槽 OK 没有啊 他非得要用盐酸 不可 但是我又要去掉那个绿化氢 所以这个装置当然 F是最开始的啦 然后 先过哪一个呢 先过NAOH 还是 过G 这个好像没有规定 先后吧 哦 OK 我理解了 因为如果你的HCL跟NAOH 反应的时候 它会产生水 那反正水的话 它可能就 呃 会发出水分 所以G 才过那个G 来干燥它 会比较好 所以先过H 才过G 然后呢 才会 呃 这个这个 这个就会更加好了 所以G的功能 当然是去掉水分的 呃 除 绿化氢 气体 啊 因为它是减性的 然后 以下呢 以下三种 收集气体的方法 根据氢气的性质 你 选择一种 然后呢 写出它名称 并 讲述你的原因 当然我们 其实首选是一号啦 一号呢 叫做排水 集气法 因为它 呃 清气 难 溶于水 当然 你就 也可以讲说 诶 我可以用K啊 K叫什么 向 向下 排 空气法 空气法 然后因为 清气 的 密度 小于 空气 啊 这个也可以 接受 给两个方法 都可以接受 第 F呢 哦 最后一题了 F呢 它就讲说 图石器中的 F 有两个错误 那请你 圈出来 然后呢 写出它的这个 错误的原因 啊 这边我 我就要吐槽 这边呢 它是用了什么呢 这个是 呃 这个装置 是 不是安全漏斗啊 这个因为有 开关的关系呢 它其实属于 分叶漏斗 然后呢 你产生了 清气之后 你的清气 要从这边出来 所以这个肯定不能 不能超过页面的 OK 所以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点呢 它的 它讲的 它讲的 跟 根据那个 呃 出题 这个不是 根据主人讲的 它就讲 这一边呢 要生经页面 一般来讲 这里要生经页面 这边不用 呃 这边不能 这边要 哦 然后呢 这个生经页面的原因 是因为防止气体益处 哦 这个是 我回来 OK 防止 气体 益处 这个益 益不能用这个 三点水 一个有益的益 要用这个益 防止气体益处 然后呢 这个是第二点呢 是在这边 它的 气体盗管 不能 伸 入 页面 哦 呃 因为如果你 伸进页面的话 产生的 气体 无法 无法 从 盗管 呃 导出 导出 OK 所以不能 曾经 越面了 这里要 呃 这个是什么 这个 漏斗 漏斗 的 末端 漏斗 这个其实不是场景漏斗 这个是叫做分页漏斗 不管它 呃 的末端 要 要 深入 页面 呃 防止气体益处 过后呢 我就 要吐槽一下 因为我讲我 明明 我在看 课本 看到 啊 刚才我就 花了一些时间 再找这个 这个是初二的 下册 第五章 是制造什么呢 制造这个 制造什么 氧气吧 还用过氧化氢 好 放二氧化氓 然后产生氢气 然后气体就会从这边溢出 场景漏斗 如果场景漏斗 安全漏斗 两个名称都可以接受 场景漏斗 安全漏斗 你就要 进去那个页面 因为它没有开关 然后呢 因为没有开关的关系 那个 那个气体就会从这边溢出 啊 所以它就一定要 深听页面 但是分页漏斗 你看啊 你上面又有液体 你就关着它 对不对 你这里已经有液体了 你又关着了 它还能够从这里出吗 不可能啊 对不对 所以它就会 一定会从这边出 所以理论上来讲 分页漏斗 是不需要神经页面的 来 我有证据的 不过 anyway 这个是它的提供的 答案 然后 他们有解释的 没有的 这个 即使你用分页漏斗 安全 安全起见 你还是要神经页面 so that 它 因为你不知道 可能你这边 没有液体了 那个开关 其实它 只能防水 不能防空气的 对啊 它空气还是会越多 所以安全起见 你还是要神经页面 这个是他们的讲法 ok so 变成了它两个错误 是这样子来安排的 ok so 大概是这样子啦 好